不過我們說到呢 在美國的一個部分 聽好 現在大家還是很關心的 就是通膨一旦下來之後 到底什麼時候可以開始來降息 現在任營大膽的預測說 聯準會 明年三月 其實時間還蠻早 他說會降息兩百七十五個基點 真的很多 這幾乎就是市場一片預期的 這個幅度的四倍 他是預估在三月份降息 一路到明年年底 要不然三月份就降 兩百七十五個基點 那也太多了 但我們可以了解一個方向 就是現在不只是在閃戶當中 明顯有多空分歧的感覺 在投行當中 其實也是明顯多空分歧的 我們以全球的兩大投行來做觀察 分別是大膜和高盛 兩者對於明年年底的 終端目標利率值 他就差得非常多 那從他的利率值 你就已經看得出來 一方認為經濟會進入到深度衰退 另外一方面認為 經濟能夠進入到軟著陸 我們舉個例子來說 大膜的部分 他預估在整個2025年 因為明年開始降息循環 會一路降到2.375% 等於按照目前的利率是直接砍半 這個幅度其實是非常高的 那高盛的部分認為 在2025年 他還會保持4%到4.25%的利率水平 也就是預估來看 頂多就降個3碼 4碼 最多降個5碼 這滿符合預防性降息的空間 那連總會自己的預估值 是大概接近4% 什麼意思呢 就是高盛和大膜 基本上都認為明年是一定降息的 但是降多降少 會取決於我的經濟預期 我認為預防性降息 降個3 4碼就好的 是認為經濟應該抵擋得住 所以這個時候 所以高盛認為說 這個利率還可以有4%以上 代表經濟沒有那麼壞 大膜看得比較悲觀 沒錯 高盛的態度就是 那我就釋放一下 這個利率的下滑 來釋放一下金融市場的緊張就好 那大膜不一樣 大膜等同於 視同你認為經濟會進入到 深度衰退當中 所以你可以觀察到 大膜給予的失業率 在明年是最高的 是4.3% 高盛僅僅只有3.6% 那麼實質GDP的部分 大膜預估是1.4% 高盛預估是1.9% 所以我們真正要了解的 第一個方向是 那到底多數投行 是不是都像大膜和瑞銀一樣 看壞美國經濟的表現 答案是的 到目前為止 大概還是有接近60%的投行 以彭博社為主的 這些投行認為 明年大概60% 機率會進入到衰退 高盛認為衰退機率是多少 是不到兩成 所以的確 高盛在眾多投行當中 他算是比較少數意見的 那我們先理解一下 到底為什麼現在多數投行 認為明年的衰退 是不可避免的 第一件事情 所以剛才陳寅哥提到的 信用卡的拖旋率 正在顯著的上升 目前來看 已經完全超過了 2019年的高點 你說它的拖旋率 在三季度創新高 可是美國Q3的GDP 激增幅是高達4.9% 這個是2021年中旬以來的 最佳亮麗表現 你怎麼敢說 現在是經濟差 我們必須要這樣承認 因為三季度 手上真的沒現金了 只好去刷信用卡 而三季度 又有特殊原因的消費 原因 我們講台勒式演唱會 或者像是一些電影 院線電影 所以把GDP激增幅 衝到了4.9% 但是伴隨著負重是什麼 就違約率的大幅上升 那麼基本上 違約率的大幅上升 它也意味著市場的資金 基本上已經幾乎用盡 舉個例子來說 我們看到美國的超額儲蓄 早就在 應該講2022年中旬左右 他就已經進入到負值區間 什麼意思 就是美國人的總體在 川普時期和拜登時期 所發放的那些支票 其實早就已經花光了 但他花光之後 他不會大幅的改變 自己的消費習慣 因為現在東鵬很高 他還是要花那麼多錢 那怎麼辦 那只好用信用卡 所以現在我們好像是在經歷 整個信用卡的副作用 那最終導致什麼 就是當市場意識到 我好像還不出卡債 循環列入22%以後 美國的消費者信用指數 就連續三個月 正在顯著下滑了 所以這個是我們觀察到的感覺 但我個人認為 這些都是屬於民間 尤其是青年人口的消費現象 如果是以中年人口 或者老年人口來看的話 目前的消費力度 還算是滿有支撐的 我們真正要觀察的是 它會不會觸及到老年人口 那第二點 是剛剛陳寅哥也聊到的 目前零售商 在這一次的感恩節 聖誕節之前 整體招募人數 正在執行下降 如果真的對於第四季的 聖誕旺季 有這麼高的預期 那你現在應該要提前 招多一點零食工 趕快招募員工 對 那如果你現在十月份 招募員工比例來得這麼少 那代表其實供應商 似乎有一點緊張 那你可以觀察到 目前高盛最為看多的 一個理由就是 我們都很清楚 市場如果利率水平越高 十年期公債資利率越高 對於科技股的估值打壓 就越大 可是現在問題在於什麼 如果通膨的問題消失了 聯準會沒有必要 再維持這麼高的利率 它是不是隨時都可以降息 你升級的目的 就為了抗通膨 現在又不是因為經濟太好 OK 現在問題來了 其實與此同時 前兩個月 我們還看到原油價格 我們看到的紅色線 汽油價格在今年以來 曾經在9月份 一路超過2022年 當時的高點 所以本來在今年上半年 汽油價格對於通膨 都是屬於副作用 但是在今年9月份 一下子把通膨給拉上去 讓市場很緊張 可是到目前為止 你看汽油價格 現在美國是每加輪 來到3.4美元 已經跌破了2021年的水平 所以今年現在 11月的油價 不只比去年便宜 還比前年便宜 那它造成的路徑是什麼 那就是通膨的下行軌道 是一定不會改變的 所以通膨的風險 正在消失當中 那是不是利率持續 高升的風險也在消失 所以它不一定會繼續縮表 它不一定會持續升息 那第二點是 我們雖然知道消費感覺不是特別好 可是美國市場 它分為獲利市場 也就是我們講的公司市場 企業獲利 以及消費市場 現在的問題就在於 最近我們看到 美國五大科技股所公布的財報 都比市場預期還要來得好 那你企業好 消費差 那它到底是一個先後關係 還是說兩個要此消彼長的 我更認為企業的獲利 它是一個先行指標 這就好像我們看的PPI 生產者物價指數 通常它會領先於CPI 為什麼 攻擊者永遠都是最敏感的 它最能夠去預測 到底經濟好還是會差 所以目前按照標普 白指數EPS的獲利值 三季度來到高峰之後 四季度稍微有一點回調 明年一整年就會再度的上行 那就很簡單的推渡 明年一整年賺的EPS 一定比今年還來得多 那明年的股價 是不是一定高於今年 我認為這是一個 很簡單的推論 OK 所以這對於 我對於股市的想法很簡單 另外一個就是大家會擔心 可是搞不好消費衰退 又硬是把你的獲利 給拉下來 可能消費衰退的程度 比想像中還來得嚴重 我想跟投資朋友分享 是我們最近看到的違約率 大部分都集中在信用卡 而信用卡當中 違約率特別高的 是20到29歲的年輕族群 或者在車貸當中 20到29歲年輕族群 中了年人到底有沒有大幅的 企業違約現象 答案是沒有的 為什麼 房貸違約率沒有創高 企業違約率也沒有創高 那這是什麼原因呢 要講一個很悲催的事情 那就是美國 我們看到的初死亡率 簡單來講 就是由於新冠疫情 所造成的死亡人口 你看到很清楚的跡象 在2008年當時還大概接近千分之八 一千個人當中有八個人死亡 在2022年以後 來到多少 來到十個人 那當大量人口 尤其是中老年人口 由於新冠疫情 或者長新冠 受到病理的拖累 而死亡之後 你看到很清楚的跡象是 美國聯邦遺產和贈予稅 快速的飆高 什麼意思呢 有一群中年人 他拿到了非常龐大的資金 這波龐大的資金 他是繼承來的 而這波資金 是導致他到現在 都還沒有消費衰退的原因 所以美國為什麼 你看到過去兩年 接近六百萬人提前退休 經濟有好到這種程度嗎 對 拿了很多遺產 拿了很多 這是一個很悲催的事實 所以你可以觀察到 即便如此 年輕人的信用卡為率在飆升 可是如果以美國居民 和非議令機構 部門 負債比來看的話 目前還在12%左右 遠遠低於2007年 2006年的水平 所以目前的美國的財務狀況 表現是好的 所以我個人認為 引起系統性風險的可能性 不是特別高 我更加相信 明年有機會軟著陸 那我們剛剛看了很多 有看多的言論 有看空的言論 基本上這兩者 他都可以互相溝通 但是唯一市場的分歧點 就是到底是軟著陸 還是深度衰退 最大的分歧點是什麼 就是失業率 到底會不會顯著上升 如果失業率很低 然後經濟衰退了 那就是一個傳統的 自然景氣回檔而已 但是如果是陪伴著 大規模的失業人口上行的話 那就說明這是蕭條 所以你覺得明年 整個失業人口會大幅的上行嗎 我認為明年的失業人口 大概率還是維持在4.5%以下 也就是達到充分就業 為什麼呢 剛才聊到的 六百萬人提前退休 六百萬份工作 提前被控出來 所以這是為什麼 即便我們看到年輕人的信用卡 違率在飆升 但是失業率沒有很明顯 鬆動的跡象 因為你想要找到工作 你還是能夠找得到 那既然你還有一份工作 高通膨可能對於你的消費 有所侵蝕 但是也不至於讓你進入到 全面線的消費緊縮 這樣的一個狀態 我更加認為軟著陸 基本上是有機會的 好 所以就是明年到底是會 今天衰退還是會軟著陸 這個主要還是要看失業率 到底會不會這個比4.5%還要更高 關心匯豐認為說 特斯拉的股價太貴了 所以給他減碼的評級 目標價一百四十六美元 停號等於還要再跌三成左右 沒錯 特斯拉目前股價 大概在兩百出 所以基本上匯豐給予他的評價 算是蠻低的 那我們就必須了解 就是現在特斯拉 所公佈的相關數據 或者今年在美國的 前三期的交車量 其實特斯拉表現 沒有想像中來的差 我們以experience來做觀察 現在特斯拉在前三期 原月份到九月份有48.9萬輛的交車量 這在整個美國電動車市場當中 占了接近57%的市占率 所以他其實非常要命 你看第二名 第三名 分別像是雪佛龍 才五萬輛 福特才四萬六千輛而已 再來像是福特 Hinde B&W等等 整體占比來看的話 大概就平均是2%到5% 所以基本上特斯拉在美國市場 他是遙遙領先的 中國市場雖然這一次比亞迪 的確保持了一定程度的市占率 但他基本上也算是蠻穩定的 他的降價策略 是有達到一定的要件的 到底為什麼大家會把特斯拉的目標價 開始有所下調 第一個一定是估值過高的疑慮 為什麼這麼說 我們看到特斯拉目前的本益比 PA ratio是71倍 你的EPS假設不變的話 要71年才能夠回本 那我們都很清楚 其實汽車市場 它是一個存量市場 就是電動車它會增長 但電動車的增長 它是在蠶食原本內燃機市場 或者傳統汽車的市場 所以我們必須承認 特斯拉一家公司的市值 等於所有美國的汽車產業 加起來的總市值 本益比是不是有過度推高的疑慮 過往為什麼還是給它 這麼高的本益比 原因是因為過往 我們給予特斯拉的估值增長 不是單純在你電動車賣得好 這件事情 他們認為特斯拉 它帶來的是一整條生態系的改變 舉個例子來說 特斯拉其實在未來一段時間 它曾經規劃出不同部門 所帶動的營收 你像是FSD的部分 也就是自動駕駛 占了整體預估 營收會來到三成九 在未來十年內 為什麼 因為特斯拉最大的優勢 就是來自於它的自駕系統 這是你買它的主要瓶音 再來你像是能源儲能系統當中 占比大概也接近16% 其他像是DOJO 我們看到的超級電腦部分 它預估也會增長到17% 然後現在它的這個 機器人Optimus 整體佔比預估也會來到12% 那問題來了 它除了電動車再營利 這些都還沒有營利 所以我給予那麼高的估值 可是到目前為止 你的非汽車業務 還沒有給予我足夠的回饋 那我給予你的本益比 是不是要有所回挑的 太高了 OK 那另外一方面 特斯拉的二手車平均價格 在過去一段時間 是大幅的下跌 已經跌破整個2020年的低點了 換句話說 如果特斯拉的平均售價 尤其在新車價格 不斷的下行底下 那麼過去購買二手車的 特斯拉車主 或者過去曾經購買過 特斯拉新車的車主 它的續約率 會不會持續發酵 那它想說 搞不好三個月之後更便宜 對 所以在種種狀態底下 匯豐之所以挑戰的評級有兩個 第一是特斯拉它本身的延續性 在整體營收層面 第二點就是它的非汽車業務 到底什麼時候 才能夠把錢給賺進來 我已經等了一年到兩年的時間了 如果這幾個部門 還沒有非常顯著營收的增長的話 那麼很有可能 它就順勢的把目標價進行下調 好 我們先休息 稍後來關注的是 在今年現在已經來到 11月中旬的時間了 那麼展望 接下來今年有沒有一些個股 它在今年其實是沒有什麼表現 機器相對低 但是明年大有可為的股票